我叫陈子彤,今年九岁 我在家里在了一个小剧场 我的邻居小朋友到我家来玩 他们不看电视,不打游戏 就要看我表演平影戏 小老鼠,上登台,偷吃油,下不来 喵喵喵,猫来了,叽叽咕噜滚下来 我表演一场平影戏才几分钟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准备要准备好几天 后天,我要给大家表演一场我的拿手好戏 我妈妈说传统的皮影是画在牛皮或驴皮上 我没有那些材料 所以我用国画画在宣纸上 我做一个皮影 是先拿一张纸 然后轻轻地用铅笔 这样勾一下线 然后呢,我在上面再放一张宣纸 用一个小的毛笔,用墨来把它勾出来 剥好颜色,就把他们这些部位全都剪开来 然后呢,放到塑缝膜里面 再拿那个钢丝这样戳进去 然后呢,把它拿一根筷子或者吸管这样戳在后面 把它粘起来 这样子就好了 就可以动了 以前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 大家最爱看的就是皮影戏 戏搬来了 大伙儿就会搬着板凳到台下等着看戏 准备了几天 终于要表演了 我好紧张也好兴奋 话说,孙悟空和唐三来到高老庄 听高太公说了妖怪霸占他女儿的事 孙悟空便一口答应帮高太公捉妖 这天晚上,孙悟空变成高小姐脆蓝的模样 往床上移坐 那等会儿,妖怪就回来了 我从四岁起就开始听西游记和三国演绎的故事了 我最喜欢的西游记人物是孙悟空 因为它会七十二遍 还会一个金斗云飞十万八千里 这个夏天,我表演了皮影戏 写了书法,还讲了三国故事 我有很多小粉丝哦 我喜欢中华文化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而且我觉得书法和国画都很美 我想要把我的小剧场搬到更大的舞台上 让更多人能看到我的皮影戏 我们下期再见